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挑高4.1米 视觉空间比较大 虽然内部是长方形 但套房式建案可是吸引不少投资客注意 会盖成薄片屋 原来是建商推都根 却有疑惑不同意 让建案差点临时喊咖 但有人赞成 最后建商还是盖下去 我们想要整合了基地 实际上是不使这样子的 这是破于无奈 建案就在大安区 单价破百万 搭上淡黄区小坪树热潮 地点比建案特色更重要 有些他可能就是想说如果我买来先出租 那未来如果有需要自己也可以自住 那空间不大 那当然一些管理或者是一些维护上面 也会相对比较方便 还是有它的市场性 不过房子太单薄也会令人担心 地震来了会不会容易倒 建商喊话安全结构绝对没问题 但是台北市都根难行 恐怕这种因地而起的薄片屋只会越来越多 三地学员杨玉芯 邱子玲台北报道